深夜的最后一班公交车 女孩奇怪地走向驾驶室 她询问着司机 怎么没有人 你怎么一直停 而老司机告诉她 最后一班车 不只是载人 不载人 这鬼咩 对于司机的回答 女人也是嗤之以鼻 疑惑中准备回到座位 可是车灯却突然熄灭 司机见状赶紧道歉 好兄弟 好姐妹 小妹妹啊 刚才乱讲话 你们炎酿她 炎酿她 此时的女人 还不知道自己招惹了什么 突然出现的鬼影 把女人吓坏了 赶紧按响了车里 要求立刻下车 说完她便飞快地 逃下了汽车 刚刚的一幕 早已让她吓掉了魂 可是作死的女人 并没有接受教训 继续着自己的作死之旅 这次她的几个好姐妹 竟相约深夜探险 可是单小的小美 有些害怕 听我阿嬷讲 晚上三个人一起走的话 容易撞鬼的 尤其是中间那个 而且现在又是七月 其实我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要看 这里有没有鬼影 文婷此言两个女孩 也是大知一惊 根本就不相信她的鬼话 可是阿丽却告诉她俩 她也是通过网上才知道 她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一直都有传闻 原来此处原是练钢厂 战争时期埋葬了许多被日军杀害的工人 此后这里就经常发生恐怖的事情 虽然小美还是有些害怕 但是下不住两个姐妹的一再要求 更是为了视频的点击量 三人结伴开始了这次的探险 诡异的事情 当几人正准备骑车前往 一辆自行车却缓缓到了过来 而车子也被阿丽看见 她正在为无法打开共享单车感到奇怪 这里却正好出现一辆单车 开心的她也顾不了这么多 骑上这辆没有上锁的单车 几人便开始了这场注定不平常的探险之旅 月黑风告夜 他们也来到了这个传闻闹鬼的地方 恐怖的探险直播正式开始 路上长发妹吹起口哨壮大 小美却立刻阻止了她 不要吹口哨 而他们的谈话却被身后的阿丽听到 女人立刻故意吹起了口哨 也不顾小美的骏组 执意要将那些好兄弟引来 果然好兄弟们也没有让阿丽失望 路上也顿时变得有些诡异 阿丽很快就遇到了奇怪的事情 只要她按响单车的铃铛 变客后便会有个同样的声音传过来 这使得她还十分兴奋 终于遇到了期待的灵异事件 赶紧拿出相机准备将这个事情录制下来 可是就在她录制的时候 身后却莫名传出单车铃声 声音好像就在自己旁边 为了录到能够在网上爆火的视频 三个女孩便一路寻找过去 当阿丽按下了相机的快门 一闪而过的鬼影吓坏了两个女孩 长发妹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照片里更是什么也没有 就在这时 却传来了单车倒地的声音 而此时不信邪的长发妹却一口扔定 一切都是阿丽和没有赴约的小玲 在故意装神弄鬼 而阿丽只是在戏耍自己 长发妹更是开始四处寻找小玲 无论阿丽如何解释 长发妹始终不肯相信 就在两人为此事争吵不休 小美却突然看到一个人影 在树林中一闪而过 几人连忙追了过去 而小美却被一把拉走 事情越来越诡异 始终不肯相信阿丽的长发妹 决定立刻离开这里 而胆小的小美也不敢再次久留 决定和长发妹一起离开 只有阿丽还固执地不愿意走 她决定一定要排到这个好兄弟 好兄弟又怎么会让她失望 这边的小美两人也遇到了怪事 正在为丢下阿丽独自离开感到内疚 却反反复复在一个地方打转 小美此时才终于发现 来到路牌前 正想看清目前所处的位置 突然的撞击声把两人吓了一跳 更恐怖的是 路牌下竟露出女人惨白的双手 四处游荡的阿丽还不知道 她的车后似乎还坐着一个好兄弟 等到她有所察觉 便假装拍起了照片 而车后的兄弟也十分配合 手中的照片果然非同反响 两人的颜值也是平分秋色 不错兄弟真的有点可惜 下一秒惊慌失措的阿丽 就真的跌倒坡下 顺顺利利地和好兄弟团聚了 几天后 疲惫的想扫终于下班 当她将巴士开进停车场 正准备关门回家 却突然听到车上传出响动 胆颤心惊地来到二层查看 下一秒 一场离奇的车祸后 当男人将妻子拉出车外 看着眼前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 她竟捡起了身边破碎的玻璃 直到这天孩子的外婆告诉她 马上就是女儿的头妻 看似安慰的话 却让男人听得胆战心惊 自从发生那场车祸后 孩子就变得鬼鬼祟祟 更是莫名躲藏在巴士中不愿离开 直到焦急的父亲将她接回 在诊所里 心理医生告诉她 这可能是因为孩子母亲的意外去世 被孩子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因为妻子生前的工作原因 总是忙到很晚 只能带着孩子搭乘最后一班公交回家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孩子才会频频躲藏在公交车中 而更奇怪的是 男孩小宝却从不和父亲说话 直到这天 他们再次坐上一辆公交车 孩子还是和往常一样 与父亲分开距离 无奈的大壮只好来到她的身后坐下 车上的大壮仿佛又看到了 母子俩的温馨一幕 妻子却突然转过头来 而她的双瞳也在瞬间出现变化 回到家中 事情却并没有好转 为了摆脱妻子的阴魂不散 大壮准备将女人的照片全部收起来 而她的身后 妻子的阴魂却再次出现在倒影中 当她再次来到屋内 已经收进箱子里的照片 却整整齐齐摆放在眼前 大壮惊慌地将照片再次收起 就在她准备将孩子书包里的画册 也一起收掉 一只鬼手却死死抓住了画册 男人顿时被吓出一身冷汗 此时的门外却来了两位警官 他们是特意为一起交通事故而来 因为在大壮一家发生事故以后 在相隔不远的路段 一位网红阿丽也不幸遭遇车祸后身亡 至今也没有找到那辆肇事逃逸的车辆 这次拜访也是特意过来询问 当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对于警官的问题 他也是只想赶紧将他们送走 便告诉两人自己并没有任何发现 一无所获的警官也只能空手而归 在送走警官以后 大壮却发现儿子的房门突然打开 儿子却不在自己的房间中 四处寻找下 却在衣柜里看到了他的身影 正准备打开检查 男孩这时却从屋外走了进来 公交车上大壮正准备弯腰捡起 掉落在地的钥匙 可他的面前却出现两个人的身影 惊恐的大壮赶紧起身看向前面 眼前却只有儿子一人 来到孩子的外婆家 老人却告诉他 女儿的头妻 听了老人的话 大壮也是半信半疑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 老人将他特意带到了米缸前 眼看这个女婿对自己的话 还是不太相信 老人又把他领到了房中的一个角落 对于老人的话 做贼心虚的大壮 已是听得胆瘫心惊 更恐怖的是 儿子竟在公交车上独自窃窃私语 孩子的一句话差点没把大壮吓死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身后却突然有人喊他的名字 声音是如此的熟悉 男人赶紧寻声掌去 发现车厢里只有自己一人 这才放心地准备回到座位 可是此时他的身后 妻子的阴魂已经来到了眼前 车厢的灯光这时突然熄灭 而汽车也莫名熄火 就在大壮准备上前询问时 小宝却突然窜下了汽车 大壮立刻追上儿子 这使得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你刚才把我上跟着说话 啊 是不是妈咪 是不是妈咪在跟着说话 听我说 不要听妈咪的话 妈咪是想把你抢走 你知道吗 不可以相信妈咪 不可以相信妈咪 知道吗 不可以相信妈咪 所有的悲剧 都是因为大壮的花心 在外招风引蝶竟被妻子拍下了照片 并给出他最后的通蝶 立刻离婚 并且让出轨的大壮净身出户 更为致命的是 孩子也会被妻子带到国外 恰好就在死时 往后阿丽的突然出现 因为独闪不及 汽车瞬间翻倒在地 当看清了车祸的女人 吓得掉头逃跑以后 大壮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面对奄奄一息的妻子 她突然看到了女人拍摄的照片 那一刻她下定了决心 举起了地上碎落一地的玻璃 狠狠扎向了自己的妻子 妻子最终死在了丈夫的手中 大壮的双声 而大壮也是赶紧出去 只听见一声巨响 大壮同样倒在了车轮下 离留之际 她也终于见到了妻子的真面目 开车的鹅姐 看着车后两个如胶似习的年轻人 深感现在真是适风日下 网约车里就如此大胆 女孩却突然看见恐怖回忆 顿时惊的后背发凉 联盟要求鹅姐赶紧停车 交车刚刚停稳 连头也不回地逃了下去 弄得鹅姐也是一头雾水 为了给瘫痪的父亲筹错医药费 鹅姐也是没日没夜的拼命加班 其中的辛酸也只有自己知道 这天却再到几个女孩 在车上谈论起一件奇怪的事情 而他们手里拿着的 正是好友阿丽的照片 原来好友上次探险后 竟被撞身亡 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肇事汽车 他们正是为了此事四处奔波 临走时女孩同样拜托鹅姐 帮忙寻找肇事汽车 等到女孩走后 鹅姐必须马不停蹄地赶往医院 照顾生病的父亲 而她的汽车 好像被什么东西纠缠伤 病房里的父亲 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但是医生却搞 包括显示 她脑部的淤血 导致了脑状风 短期内 有可能不会醒来 不可以再动手术 但与她目前的身体状况 风险很大 暂时 我们能做的 就是继续维持她的生命 沉重的负担 已经压得鹅姐喘不过气 但是为了父亲高额的医药费 她还要夜以继日地辛苦赚钱 这天汽车却莫名坏在了半路 当她好不容易将车开到了修理厂 修车师傅却发现 她的车头灯竟然被撞满了 师傅正准备给她维修 鹅姐却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车底竟流出大片血迹 正准备附身看剧 灯光却突然熄灭 黑暗中 似乎有人出现在自己身后 恐怖的一幕将鹅姐吓得胆战心惊 更为可怕的是 女人竟随手朝她扑了 直到修理工将她喊起 鹅姐才从恐惧中惊醒 而此时的工厂里已经恢复了正常 除了散落一地的工具 根本没有女鬼的踪影 当坠坠不安的鹅姐将车开了回来 她却突然想起了什么 那个女鬼好像在哪里见过 无数回忆在脑中闪波 赶紧拽下了车里的监控卡 里面肯定记录了发生过的一切 女人难道是自己撞死的 而她的噩梦还在继续 行驶中车窗突然被血水勾改 而身边却猛然出现一只血手 惊恐中的鹅姐还没有缓过神来 身边的女鬼却突然开口 鹅姐也是被眼前的一幕 吓得立刻逃下的汽车 却由于过度惊喜 一下晕倒在地 等她再次醒来 自己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来到父亲的病床前 鹅姐再也坚持不住 终于将实情说出 说完忍不住趴在父亲身上 眼眠痛哭起来 而昏迷中的父亲 却似乎听见了女儿的话 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原来网红阿丽 为了探险一些灵异现象 在路中央拍照 竟引发了一场重大事故 看着翻倒的汽车女人 也是落荒而逃 正好遇到了因为疲劳驾驶 而昏昏睡去的鹅姐 鹅姐竟然就这样将阿丽撞死 她自己竟还一无所知 直到今天 她才终于知道事情的真相 而此时的医院里 正好有两名警官 陪同男孩小宝等待自己的家人 她的父亲 也在一场莫名的事故中丧身 当男孩被外婆接走以后 鹅姐也鼓足勇气走向了警官 她终于决定 要将真相说出 虽然自己会受到惩罚 但心灵一定会得到解脱 无论你做什么车 千万不要询问司机 为什么没有人还要停 夜里的最后一班公交车 在的不一定都是人